嗯 快再問 每日一問 五分鐘剩下一個人價值 OK 那今天我們 我也是在外面 先繞一圈 大家可以來猜猜看這是在哪邊 猜到了今天是真的 會送禮物喔 會送禮卷 會送禮卷 OK 我猜到了在今天之前 如果留下正確答案的話就送禮卷了 OK 那今天我們講的題目是 FB百萬粉絲組 為什麼他發一篇文章出去的時候 就是有一千多個人看到 這會不會感覺很不可思議 一百萬的粉絲耶 為什麼只有一千個人看到 這是為什麼 很明顯 Google 不是Google FB他直接講過了 他不是公益公司 他不是公益團體 他是盈利公司 所以他現在 在他的新的演算法裡面 他明白的跟你講到說 你粉絲團 要觸提你的 要推管你的一些東西的話 不好意思 你就是買廣告 買廣告 因為他現在在粉絲團的 推播率 推播率 到達率 就真的只有2% 最低的就真的只有2% 2% 最高最高最高 最高就等到6% 那反而是你個人的帳號 到達率 有時候還到達十幾% 所以你就想說 那怎麼辦 是用我個人帳號呢 還是用我粉絲團的帳號呢 其實就看你的模式 你粉絲團的粉絲 有粉絲的帳號 你個人有個人品牌的帳號 你就看你的模式再來做 兩邊也可以同時去運作 你在個人這一塊 你可以說比較佛親密的朋友 那在粉絲團這一塊 有些人是不想跟你做朋友 但是他只想得到你的一些訊息 那你在粉絲團這邊 你也可以去做一個創生 那另外一個點呢 是說 我們在經營粉絲團的過程中 會不會大家認為說 我是一家公司 我公司叫做ABC 但是我的粉絲團 一定要叫ABC粉絲團嗎 其實這種做法 其實是一個 照講是一個 不是很正確的一個做法 為什麼 ABC是誰 我當然ABC 我在FB上面做搜尋 我不會去搜尋ABC 除非你自己去打廣告 打廣告 那在ABC的過程中 會演變成是什麼 你只是一個在 在一個品牌 在你一個商業的推播而已 根本對使用者來講 沒有什麼用處 你要知道 使用者他花時間在FB裡面 要做的是什麼 他想要得到他一種樂趣 他想要得到一種價值 但是你就是ABC公司 他就只能在你ABC公司 我就看到ABC而已 看到什麼 你有沒有跟他講說 我ABC米 看我ABC米 可以得到些什麼東西 沒有 所以在很多現在比較新的一些 粉絲團的經營的話 他其實在他公司裡面 會有一些著名的產品 他可能會因為這著名的產品 而去再開另外一個粉絲團 像有些說 他家是在賣電鍋的 有一家公司 他家是在賣電鍋 有一個著名的電鍋 那他就會幫他一個 最佳美食 就是一個美食社團 然後這美食社團 他裡面會去分享一些美食的方式 然後分享一些 就專門為這個電鍋 去分享一些電鍋裡面 運作的方式 或其他可以用其他東西 來搭配電鍋做出來的一些 一些 彩色 這種方式 反而他的粉絲 這個電鍋的粉絲團的粉絲量 遠遠高於他這家公司的粉絲量 所以這就是一個問題點 那再過來的一個點是說 像現在我們一直在講說 內 在粉絲團的經營上 就內容為網 內容為網 然後做一個有價值的東西 像這一次 這次有 全國電子這個阿公 阿公買電視這一個 這個男主角陳沐浴其實是 也算是我的好朋友 在台北的時候 常也常出來吃過飯 他算是一個 真的蠻認真的一個演員 那這個影片其實在FB裡面 造成很大的渲染 很大的 很大量的討論 那你說OK啊成功了 成功了 那怎麼樣 我們要回歸到一句話 在做行銷 這次廣告出去 你的目的是什麼 是推廣你的品牌知名度嗎 OK 全國電子的品牌知名度 OK 但是 網路上去問他說 那實際跟這個廣告 跟實際上銷售有沒有 有沒有很明顯的成長 好像調查出來是沒有很大的成長 所以這個問題一點 就像我昨天講到的一個 那天講到的 Odio在 在超級杯裡面 因為2013年超級杯的一個 停電狀況 他馬上發了一個 讓人家馬上在網路上瘋傳了一個 DM廣告 可是為什麼 就是他所說的 為什麼他總裁說 這個廣告是失敗的 但是這個廣告在當時 是創造網路上 因為大家停電等著要看超級杯 可是沒得看 大家就一直在瘋傳Odio的這個圖片 這已經造成很大的聲量討論量了 但是最後為什麼他總裁說 這個廣告其實也是失敗的 問題點就是在最後 他總裁說一句話 他沒有還有利用這個聲量 這個當初的討論量 繼續延續下去 讓人家繼續來買他的商品 所以就是他認為失敗的原因 所以記得 你做一個廣告 做一個粉絲組 在推播東西的當中 最後你要了解說 我推播這個廣告 推播這個內容 有沒有最後真的達到我所想要的獲利 或是品牌宣傳 這才是真正的目的 而不是在那邊搶說 粉絲數多大 按讚量多少 按讚量就算遺忘的 但是沒有人來買你的商品 沒有人去增加你 什麼相關你 要他做的一件事 那一切都是 沒有 不用 OK OK 今天有人猜到我中央邊嗎 哼 你看我是在北部喔 可以再猜一下 OK好 那我們今天快再問就到這邊 快再問每日一問五分鐘 增加一個見識 我們明天見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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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